夏天去東京玩,千萬不要出國之間 有米其林經驗的甜點師傅開的包冰店 Azuki to Ouri 這間店的外面看起來超低調 裡面也很小,只有7個人的座位 他們的菜單常常在換 我這次試點日本橘子家炙燒的口味 他們會在你前面表演炙燒剉冰 看起來超過癮 它最上面那層是蛋白霜 炙燒了以後多了一層香氣 蛋白霜下面還有一片薄薄的前層酥 所以吃起來有脆脆的口感 這次橘子口味吃起來非常的天然 吃起來很清爽,又有點微微的橘子口味 而且主廚又在冰裡面藏了兩個秘密的料 讓你一邊吃口味會一邊變化 So good, oh my god 這家店非常受歡迎 很多外國人會來吃 他已經好吃到我每次來東京都會想來試試新口味 大家來之前記得上網預約喔 今天當晚也太浮誇了吧 老闆用榴槤雪花冰當基底 使用最新鮮的餡泡榴槤 味道非常濃郁 好香啊 每一顆都是老闆親自挑選的喔 榴槤有含豐富的蛋白質 除了鋪上榴槤之外 還會放上菠蘿蜜 增添一些脆脆QQ的口感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老闆娘還會再加入三球小美冰淇淋 最後再淋上邪惡的煉乳 移工的外帶也是超浮誇 第一口下去真的太幸福 榴槤味超濃 綿密又香濃 搭配小美冰淇淋多了奶香 忍不住一口借一口 一份200元是不是超便宜 大家趕快去吃爆吧 兩表面可以試吃 1985 再來呢 不錯 小楠 地 솔직 颱忍 результа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有爆炸的小 請偷我的名字 我這碗叫做海哭的聲音 請大家偷微票 我的這碗叫做 腦豆大胎 這碗是 紅大海 讓滔滔不絕海鮮豆 我這碗叫做海哭的聲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